我們來看看這個Google表單 加上所謂的 測驗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 他一個很重要,除了幫老師自動改 評分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您可以根據他不同的答案 我可以給他不同的參考 或者是相關的比較詳細的連結 那您往下看,我們往這邊看一下 這裡 這位站長 就是中文系的 算是 中文系的異類,但是 蠻不錯的 我直接到那個YouTube站看,可能老師看了 我就邊講 邊看他操作,我們邊講解一下 您看到這樣子 這個是要做 測驗的 那你看在設定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個測驗的功能 就是這裡 預設是沒有勾 那你把它勾起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 他送出答案之後,要不要變成 就是馬上公佈成績 有沒有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可以看到什麼 剛剛這裡 他可以看到,我答對幾題,答錯幾題 有沒有 可以馬上公佈出來,哪一題對哪一題錯 看你要不要公佈 如果你覺得說,我就是要讓同學做練習用的嘛 那你也可以像這個方式 好,那再來呢,我們往後看 這裡 可以設定單選 或付選的機器 目前如果你要做測驗,主要就是單選跟付選而已 但是重點在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答案 就是你勾了測驗之後,下面這裡有個答案 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今天如果 不管哪一個是正確答案 有沒有後面可以 選擇哪一個才是正確答案 重點是如果 他做了之後 你可以給他這個 答案一個意見回饋 也就是他選了這個 我可以給他 你選這個 這個 可能是哪個觀念不對,我跟你說明一下 那比較詳細的說明,你可以給他一個超連結 他就可以去看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佔的百分比啊,這個比較沒問題啦 就分數的部分其實比較OK 好 傳送了,這個比較OK的 他現在做測驗 這樣有沒有直接看到了 這是測驗的結果 這樣OK嗎 那如果你想要公佈當然也是OK啦 有沒有,一樣有這個分析表 就跟 Google表在一般我們比較常做這個,可是 如果你當作測驗的時候 媒體每個同學答題的情形 我們都可以列出來 這樣對老師 是不是更容易知道說同學的一個學習狀況 因為我們要的不是他幾分嗎 兩個100分的 比較沒問題 如果是80分的 錯的題目不同 問題不一樣 對不對,所以現在老師要當醫生用 好,你要整段問題啊 你要整段說這個同學他學習過程是哪個環節出錯了 會造成他去回答那個答案 那我們要怎麼做表單就是一樣從這邊 從這裡 更多 Google表單 所以您建立之後,您看一下在這裡 右上角這邊 設定 我應該把它稍微縮小一點,各位就不用 因為標準的是這樣子 在這邊 齒輪在這裡 你可以直接看到 點亮 也沒有測驗 你把指定為測驗 然後要不要公佈 這樣 儲存起來 所以我就可以在這裡,比如說這是第一題 好 然後選項1 你也可以用,老師那個題目也可以直接選擇圖片嗎 知道嗎 因為也可以用那個 題目就是那個 圖片題啊 不一定要用文字的 好 1 2 3 那你看答案這邊 你就可以看 哪一個是正確的,有沒有 比例是吧,那如果他答錯了 你看 這裡是剛剛影片裡面沒有提到的 答錯了 我給你一個意見回饋 答對了 我也鼓勵你,你可以再更參考其他的 相關資訊 這樣是不是 對回答的人 不是只有我只是勾勾 因為有的人是比較會猜的 搞不好他是錯的啊 他只是猜對了而已嘛 因為 現在大家習慣用勾的 就變成說他有時候會有 有點投機的心態 但是如果他能夠知道 是不是更好 那相對的 如果內容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超連結 我就告訴你,其實正確但 這裡 簡單說明一下 你可以到下面這網址 看一下 可以是影片反正那個都OK 反正知道連結到的就可以 這樣 您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 那個Google表單在前一段時間 就是推出來了新功能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至於說這個 樣式啊 什麼應該 這個大家都用過 就不用講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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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